哈喽,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你爱不爱我这道爱情提问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说你的另一半问你 你究竟爱不爱我这道爱情提问的时候 你到底该如何面对跟回答 还有它背后究竟是想要知道什么呢 许多在恋爱的人呢,总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究竟爱不爱我,你爱我哪一点之类的 这种爱情提问呢,哪怕你回答千百万次爱 但是呢,它就是不肯轻易地放过你或就此罢休 因为呢,它就是对于你口中说的这个爱 跟你心里面想的那个爱,是否是那种心口合一 是否对等 那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就是懒得理它 敷衍它省事 所以你就是口是心非地回应它 它心里就是百般的疑虑 或是呢,你口中的爱 会不会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情侣之爱 更多一点是所谓的那种怜悯 施舍,或是那种家人的爱 内心种种的小剧长呢 就是在他的心里面不停地上演 或下棋又安可 那究竟到底你遇到你的另一半 或你安慰对象问你说 哎,你爱不爱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就来聊这件事情 那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来聊 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父亲》 这部电影呢 是由安东尼霍普金斯所主演的新作 然后他这一次也评此片 入围奥斯卡最强男主角 他也是历届以来年龄最长的 入围者的记录保持人 而且他在1992年 就凭了他那个爆红的沉默的高原 获得的奥斯卡最强男主角 所以这一次大家就在想说 哇,事隔这么久 他是不是会再拿下一座奥斯卡 我觉得看完之后呢 我觉得奥斯卡那是非他莫属 他在里面的演技真的非常精湛 先来讲一下这部片到底在演什么呢 安东尼霍普金斯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 独居的失智老人 其实这部电影其实你看了预告之后呢 你还是会被一样震折住 而演安东尼霍普金斯女儿的是 由奥利维亚·科尔曼所饰演她的女儿 而这位女儿呢 因为知道自己的父亲的失智症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她就把她就近地接过来照顾 帮她安排跟协助她的生活 但是独自一个人住在伦敦的安东尼 就是这个男主角呢 她随着年纪渐长 她逐渐地失去了记忆 跟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跟现实 跟那个她的幻想开始出现了一些差距 这部片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之前在进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看预告 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去 收读她的一些影评 所以我是抱持了一个平常心 只知道她的片名叫做父亲 然后也知道她在讲失智症的问题 看完中尼真的大为惊艳 真的是给她很高的评价 因为她把一个失智症的患者的感受 用了很巧妙跟很惊悚的方法来演绎 她的发生地其实都是在房间里面 所以她的场景都没有什么户外的戏 都是在房间里面发生 就是客厅啊 她的房间啊 走廊啊 开门关门这样子而已 但是她那个惊悚程度 会让你非常的震惊 我觉得她的剧本的写作非常的棒 很值得一看 然后讲到这部片的剧本呢 其实这部片是改编自法国的导演 剧作家叫做费洛里安琪勒的同名的剧作 然后这部电影也是找她自己来做指导 所以是她的电影的处女作 我觉得非常推荐 而且光是看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演技 你真的会下风 真的是她的演技真的是细腻到任何的一场戏 纠结 然后她那个翻转 然后那个感受到底是失智 还是她是演的 还是说她是真的这么觉得 还是说她其实是就是刻意为之 她就是把那个失智症的患者 所见所闻拍的像是一部惊悚片 但是呢你可以生理其境去体会到说 为什么他们之所以会 会这么惊恐 或者他们会这么对世界感到非常的陌生 然后又自己自我质疑又有固执的地方 然后又对这个世界充满的疑惑 然后自责甚至脆弱 就是这些东西元素收在一起变得这个本出来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 尤其是看安东尼霍普金斯跟他的女儿的对手戏 跟他最后最后的那一场哭戏 真的是我觉得奥斯卡非常魔术 所以在此推荐大家去看父亲这部片 好了回归到今天的主题 到底面对你爱不爱我这个问题 你该怎么回答呢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说 你爱不爱我 其实答案真的从来就不只是爱或不爱 再讲一次 你爱不爱我这个答案真的从来就不只是爱或不爱 答案只能是爱 如果你对你们两个的关系 或者你们对两个人的爱情 就是还要继续的话 你没有想要放弃的话 答案真的就是只有爱 你其他不用讲 而且这个答案呢 回答的速度 ASAP 越快越好 最好是你的反射动作 不要经过大脑 脊髓就直接反射出爱 你懂吗 全然就是用你人生最快的语速回答 所以机会就是你还在那边停顿 思考 质疑 轻则呢 他就觉得会跟你闹脾气 给你脸色看 重则呢 绝对是忍战个三天一个礼拜 让你觉得没有好日子过 所以相信他恋爱过的你 很可能 或是你一定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 你到底还不爱我 这个遭受这个对方的灵魂的拷问 究竟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重复 而且不断地问这道爱的问题呢 其实呢 这道问题呢 它就像是一颗没有药效的短期 可是它可以疗愈身心的安慰剂 就是你知道你之前生病的时候 但是你就是一律自己生病 有时候医生就会开些维他命 骗你说那是药 但因为你就是自己害怕说自己得病 或者你就是有疑病症 就是想说我就是有得病啊 可是医生病就看你就是好好的人就是正常 就是自己吓自己 所以他就开一些所谓的维他命 就是骗骗你说 哦这个就是一种 会对你身体很有益处的药这样子 那其实它就是维他命 没有任何功用 但你吃的时候 你就会内心告诉自己说 哦这个是个药 它很有效这样子 而其实你爱不爱我 你回答他爱这件事情 就是跟安慰剂是一样的 它虽然没有实际的功用 但是呢 它就是可以疗愈身心 它就是可以糊弄到他的感官错觉 暂时舒缓你那个恋人对感情的不安跟疑虑 它之所以会不停地问 其实就是源自于那个不安跟疑虑 所以只可惜 这种东西就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它的持久效果不长 所以你要不停地喂它这个药 你懂吗 它就不停地问 你就不停地回答 但是呢 久了之后它反而有时候会病更重 所以呢 当你脑中或是它的脑中浮现出这个疑虑 或是废心 一直不停地在问说 诶你到底爱不爱我 或是你自己有这个问题的话 很多时候 就是你在这段关系 你开始莫名其妙地 就是嗅不到爱的气味了 为什么会问 就是你对这段关系 其实有点不安跟疑虑 但是这两个东西会浮上你的心头 就是因为你感受不到那个爱的感觉 所以呢 你就要必须要说服自己说他还爱我 那他还 你自己说服不了的时候 你就得要求对方给你这个所谓的安慰剂 只是忽略得了一时 但是人家就像感冒比赛一样 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你既有不停地询问 然后不停地反复地问说 诶你爱不爱我 然后他说爱 还反复投药 你知道 就是一直喂药给你 证明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存在 然后没有走散 但是呢 倘若现在就要讲重点了 倘若对方一时疏忽怠慢了 那个爱真的不见了 你问这个爱不爱我这个问题 或者他问你爱不爱你这个问题 或许这是一个预防生育治疗 它只是一个预防治疗而已 就是让你们双方可以去意识到说 哦 他可能开始对我们两个的感情 有一些疑虑跟不安 所以我是不是要去修正 或是调整一下我们的应对 警队跟相处 才有办法再抓紧这个爱情 但是怕就怕 你们两个其中一方 就是问你的这一方 他其实呢 还爱着你 但是你其实没那么爱 或是你问对方 你爱不爱我 他回答你的时候呢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爱了 某一方情已是 就是爱情已经慢慢的消散的时候 但是两个人能处在一个 所谓的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的爱情状况的时候呢 会问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他就是有 去闻到一丝这个味道 就是你开始有点不爱我了 他其实内心 其实感受到这个氛围 但是呢 他必须依赖这种 所谓的不停的 一味的去求爱的行为 来让自己安抚 自己心定下 然后觉得说我们现在的关系 还一切都还安好 因为那个对方 他其实并没有想要当坏人 他想要继续的饰演 就是这个所谓的伴侣的角色 他想 就有点在角色伴侣 觉得说我可能还爱着你 然后你懂吗 他还是想要装一副 他还是和好情人 当你每当问他说 你爱不爱我 他还是会说爱 但是你觉得那个 是个演戏 你懂吗 然后那背后灵魂是空的 他只是念台词 但是背后其实并没有情感 说穿了 他就只是为了配合演出一个 跟乔装而已 所以这也是蛮可怕的 但是不管是前者 就是你们两个其实是好好的 只是你的不安全感作祟 或是你感受到你们两个 有一些小小的气氛不对劲 然后可能可以做一些修正之外 第二种状况就是刚刚说的 可能另一方其实真的不爱了 所以他意识到 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另一半 他就是不想当坏人 他不想说死 他可能还想要将就着 继续的这种关系 那与其 你要靠这个问题 去获得爱跟不爱的解答 那都是无解的 而且不精确的 因为都是可以演出来的 导不如 好好去用身心感受 即使你的直觉是准的 所以你才会问出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理解 你们现在所处的关系 你的感觉 会给你最正确的答案 有爱的话呢 那个情感跟那个相处 是绝对没有办法掩饰跟假装的 有爱的话呢 你一定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那倘若没有爱的时候 你也一定可以明确地接收到 不要再尝试 就是然后自欺欺人 或者尝试想要用一句 你爱不爱我 来麻痹自己 说他可能还爱我 还在找那个他还爱我的蛛丝马迹 这都不是他爱不爱你的事实 请你就是扪心自问去问你的感受 跟你跟他的相处 你就会有一个答案 那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问题 就是关于说 真的有爱的话呢 其实你根本不会问你爱不爱我 你有没有发现会问这个问题的人 通常不是在你们热恋的时候 也不是在你们浓情蜜蜜的时候 通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你们觉得双方有一些问题出现 或是有某一方是非常的对 另一半开始有一些不安全感 跟疑虑滋生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现实就是呢 一个人永远无法得知 另一个人是否真心诚意地深爱着他 哪怕你自认跟他相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你也永远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真正去明白另一个人的心意 所以无论他回答爱跟不爱 你都不可能简单从这个话语中去获得 一个释然或解答 所以你想依赖就是这句话 这个提问来寻找爱的踪迹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徒劳无功的 一个真正沉溺在爱河里面的人 就是你真的在热恋的时候 后面两个相处盛欢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劳心劳费地去问说 开口问你爱不爱我 你懂吗 你就想说他就爱着我 他就深爱着我 要甩他都甩不开 每天溺在一起 你就说好烦哦 你懂吗 你根本不会想去问这个问题 因为两个人身边呢 你嗅到绝对是那种溺死人的那种粉红泡泡 多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忍受 所以呢 这种就问这句话 等于显得非常多余又可疑 当然不排除是开玩笑啦 那反观 你时常遇到那种会把 诶你爱不爱我 你为什么爱我 这种东西挂在嘴边的恋人呢 想要从对方的嘴巴里面 套出一个简单 就是爱 拿来获得一个解药跟解脱 倒不如你应该好好正视 你们两个现在所处的关系 你们两个的情感 是不是已经变直了 或是不是哪里就是破裂了 那你应该是借由沟通去修补 不是去问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真的是于事无不 你说再多 它也影响不了你们两个的感情 也修正不了你们的关系 所以当你就是 嗅不到爱的气息的时候呢 与其去问这句爱不爱的问题 其实你应该去探索 它背后真正的原因 因为唯有如此 你才可真的用你的行动 跟用你跟它的互动 来回答好这个爱的答案 而不是用嘴巴讲 嘴巴讲完全就是没有用 它就是个安慰剂而已 唯有你们两个是用行动 跟你们两个相处 去回答 去给它感受到那个爱的感觉 才能够真的让它幸福 跟相信 跟熟下 那样才能够真的回答到这个问题 而不是用嘴巴讲 嘴巴讲没有用 它就是个安慰剂而已 好啦 这就是今天关于说 你应该了解 面对你爱不爱我 这道万年的爱情提问 其实答完之后呢 才是问题的开始 希望提供给你作为解答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到咨询栏位的 IG YouTube 那边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